下面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继续讲 下面我们讲一讲东晋的北伐 在洛阳沦陷 北方丧首于五湖之首之后 有志之士通心疾首 他们希望能够恢复实力 那么主要的北伐努力 我们提示以下几次 首先是祖替北伐 祖替这个人少有大志 文机起舞的故事 我想大家耳熟能详 他作为流民武装的代表 北来居于京口 上一讲我们已经提示 对于这些流民武装 朝廷一般让他们居于江淮之间 吉令过江也一般的居于京口 在这个地方 此外江陵这个地方 就是襄阳这个地方 也有一批流民 他居于京口 但是一意收复实力 晋元帝对他并不信任 只给了他千人之领 就是说给了他千人左右 士兵的资粮而已 那么由他自己去募兵 招纳流民来组成军队 于是祖替就招纳流民 祖军渡江 在渡江的时候 他留下了这样一个豪迈的誓言 史书上记载 中流济集 而誓曰 祖替不能清中原 而伏击者有如大江 就是说我一去不还 假如不能北清中原的话 史书上说 磁色壮烈 纵结港海 把他同行者 都被他的豪行壮志 所感动了 在祖替的经营之下 这个黄河以南 尽为尽土 我们在黄河以南的 这一大块地区 逐渐都纳入了 尽庭的控制之下 但是在这个形势 刚刚有起色的时候 纪元帝却派戴渊来指挥江北军事 这明显是对祖替的不信任 是祖替非常痛心 祖替也知道 朝廷上不久就将发生动乱 于是后来就赶奋而死 郁郁不得志赶奋而死 随后有于氏兄弟规划北伐 在进城地的时候规划北伐 但是出师不利 未能成功 在进墓地的时候 后赵石虎死掉了 北方陷入了动荡之中 那么这对于南朝来说 一度是一个可臣之机了 强臣桓温 那么立足北伐 由于桓温不久前 入所停定了承汉 威名大振 朝廷非常之猜忌他 于是北伐可也 这个无法拒绝了 但是他们另有人选 这个人选就是派外戚楚扑 后来派清潭家殷浩 先后率兵北伐 但是这两个人都大败而归 我们在这住出了三四六年 楚扑北伐失败 在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人 能够阻拦全臣桓温的北伐了 那么桓温的北伐大略有三次 第一次进墓地永和十年 也就是公元三五四年 桓温率四万兵攻入了关中 连续的打败这个前秦之主 福建的军队 一直达到了长安 就一路势如破竹 打得非常顺利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这个东晋的军队 还是相当有战斗力的 但是呢 福建率兵退保长安 实行了兼地清野不出战的政策 而且把田地里的那个麦苗 全部割光了 让你没吃的 后来桓温由于军量不计 最后只好退兵了 第二次是永和十二年 也就是三五六年 遥乡占据了许昌 同时进攻洛阳 这个桓温从江陵率兵北伐 出兵从襄阳率兵 经过鲁阳而达洛阳 居然把洛阳给收复了 公元三十七年 洛阳陷落 在三五六年 东新政权成功的收复了洛阳 这是已经多少年了 四十年后了 是吧 再度收复了洛阳 在这个时候 这个桓温连续地向朝廷上表 请求迁都于洛阳 显示一个我们要收复中原的志向 他希望朝廷把首都 这个迁都于洛阳 回到还于旧都 然后由此吸引民众 在这站住脚 那么逐渐的平平五湖 他的建议之一就是 把南前的北人全部迁到河南来 就迁到黄河以南的这边地来 但是当时很多师大子就反对这样做 第三次 桓温为了建立功绩 以取代晋朝 这个于369年出兵进攻前沿 这是第三次北方 但是这个在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就是前沿的名将慕容锤 尽管他获得了最初 这个进军迅速 距离这个前沿的首都叶城 只有二百里路了 但是在前沿名将慕容锤的固守之下 他被迫烧战船 烧掉了子重 而退兵 在中途 在方头这个地方 遭到了慕容锤的追击 这个 当时将士死者三万人 遭到了一次惨败 收复的怀北之力 又全部的丧失 那么桓温的北伐呢 就一次高中了 桓温的北伐前后二十余年 屡次遭到朝廷的猜忌和牵制 请求欢独于洛阳的上表 有十多次 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遵许 朝廷忌惮旦他的名望 而他自己确实也有政治野心 这反映了东进北伐 与内部矛盾的错综交织 就是北伐不仅仅是一个国力的问题 也要看这个朝廷内部的 这个政治局面和政治结构 他有的时候 就使你无瑕外顾 内部矛盾从从的话 你就无瑕外顾了 随后就是著名的肥水之战 33年孝武帝司马耀即威后 不久桓温死 军权由他的弟弟桓冲掌管 在这个时候 前勤复兼统一了北方 率八十余元大军南侵 大敌当前 东进的内部矛盾为之缓解 桓冲非常顾前大局 把扬州拱手让给了当时当政的谢安 由谢氏家族主持这次 在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 由谢氏家族承担起天下的安危 谢安派他的侄子在广陵 组成了北斧兵 这支北斧兵是一支强悍的军队 号称百战百胜 383年 福建八十七万大兵 前后相望数千里 但是在匪子一战 被数万背负兵击溃 这次重大的胜利 是江东政权转危为安 前勤则欠苦瓦解 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 当时的这个谢安 运头帷幄 在获得胜利之后的场景 谢玄等击破间有艺术质 当时的谢安 捷报传来的时候 谢安正跟客人下棋呢 下个一棋呢 所以谢安这种风度 一直被后人所欣赏 在这种这个 君行如火的情况下 他还有闲侠 这个真经自若 这个在那下棋呢 他看了这封捷报 看过来之后 就把它放在床上了 面不改色 接着又开始 接着下这篇棋 后来他的对手 客人都问 这个战报上怎么说的 因为大家都非常关心 前线的这个战事 是吧 因为关系到我们 生死存亡 当时谢安 就是慢慢的回答 他说 孩子们已经把敌人打败了 小而辈 所以破贼 客人非常之高兴 大家都喜图望外 又马上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 是吧 客人马上也走了 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内室 过门线 欣喜甚 不觉 积蓄之辙 他心中 其实是非常之高兴的 但是外表上 没有流露出来 后人就赞扬 他的风度 但也有人说 他是矫情震恶 这个李白 在安史之书之后 曾经有这样的诗 但用东山 谢安时 为君谈笑 竟不杀 在这个社会动乱的时候 政治动荡的时候 那么李白呢 开始重新回想起 谢安的风采 而当时 谢安统筹全局 鉴定了肥水一战的胜利基础 也为他本人赢得了 崇高的声望 谢安有一个乡亲 想返乡 但是没有路费 他手里有五万把菩萨 他想把这五万把菩萨 卖掉了 做路费 谢安就想帮他一个忙 就从头拿了一把 自己用的 这个京城的士大夫 一看 谢安用这种扇子 立刻就仿效 五万把扇子 动时 顿时就销售一空 而且价格也涨了好几倍 还有一个插曲 谢安特别喜欢读书 他念书的时候 用一种特定的腔调 叫落下书生勇 就古人念经 读书 读这个经书 有种特殊的语调 比如洛阳的太学里的学生 可能就用这种语调念书 那么谢安也都用这种语调念书 但是谢安他有鼻炎 所以念书的声音 就共生共气的 可是当时的世人 实在太清爱谢安了 有的人就捏着鼻子 模仿他那种念书的声音 史书中这么说的 安本能为落下书生勇 有鼻肌 故七音拙 名流爱其勇 而福能及 就是学的不像 或手眼鼻以孝之 用手捏着鼻子 模仿他那个念书的声音 东晋的以及南朝的北伐 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认识 首先呢 我们比较 做一个历史 比较的话 我们能够看到 筹划边防 迎击来犯 和主持北伐的人物 都出自 都出自士族门阀 是不是 那么随后我们要和南朝 做一个对比 江左士族无功臣 南朝的士族里面没有功臣 但是我们看看东晋就不一样 正如宋代学者叶氏所说 东晋权归 王谢还于 而士族亦人才所自出 代如齐竹田 鲁三环 金六青蚁 魏晋无事也 就是东晋的门法很有活力 无论是在朝内主政 还是这个出朝长兵打仗 他们都展示了 他们在政治上的 这个能量 和才干 王尊也好 于氏兄弟也好 这个谢家兄弟也好 还是环氏也好 他们在政治上 都是相当有活力的 但是他们为什么 北伐不能成功呢 这个首先 当时北方武服的势力 非常之强悍 那不是当时的 将着朝廷 所能拟平的 同时呢 还有东晋内部矛盾的问题 南宋的 新细集 有这样一个分析 大家看一看 晋之不能取中原者 一时诸容 皆有豪杰之风 这是原因之一 第二就是 晋之强臣 方内自专制 拥兵上流 就京阳之争 刚才我们刚刚提示的 动辄问鼎 自至如此 何侠谋人 那么对手强大 然后内部矛盾太深刻 所以北方不能成功 而且相当一部分 士大夫在江南 逐渐已经安居乐业了 他们逐渐淡漠了 这个对故地的怀想 丧失了收复失利的愿望 比如淮文 监制迁都洛阳的时候 有一调孙措的士族 就一种这样的口吻 来表示反对 田宅不可福寿 舟车无从而得 我买的地买的房子 你不能让我卖了 是吧 我想找车也找不到 找船也找不到 你让我怎么回去 那么我们看这些士家大族 为了一己的私利 为了自己的安乐和享受 他们已经淡漠了 这种北伐的意识了 这种话说的 舍安乐之国 是习乱之乡 那么孙措说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当朝的权贵 谁愿意回到洛阳去呢 没人愿意回去 这种表白是相当露骨的 不过北伐事业 毕竟事关江左政权的 正统性和合法性 所以我们得知道 江左政权 威系着中华种族与文化 它的合法性在哪呢 想在这当皇帝 你就得表示 我代表 宗华 种族和文化 那么北伐 就是最重要的政治号召之一 所以统治者 他也不肯轻易放弃这个号召 周一良先生 那么对这时的这种政治文化观念 有一个分析 他说 南朝师大夫 对于皇室善待 无动于衷 谁当皇帝都可以 而对于南方政权 聚首江南 与北方湖都政权相对峙 即保存 汉族之正硕一事 则极为重视 所以有些权臣 他想篡位了 他就要北伐立功 那么显示自己 我是代表中国 中华文化 我代表中华政权 所以北伐呢 是一个 依然是一个在政治上 有号召力的一个口号 那么这也反映了什么呢 江左政权的立足基础 就在于他的这个 在于侨性氏族 一种收复实力 和代表这个东晋 就一脉相承 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好 最后呢 我们谈一谈江左五朝的 氏族门法 因为在课间呢 也有同学问了很多 氏族门法的问题 我想大家对 如何认识氏族门法 这个现象 一定有很大的兴趣 刚才有些同学 已经提出一些问题了 从汉朝以来 主要是汉末 氏族就成了政治上 最活跃的势力 这个我们在 清义和党故 开始初次提出了 氏族的问题 那么在 魏晋的一讲 也就是上一讲 强调了氏族 在政治上 在这个时候啊 已经居于 显要的地位 某暗光有一部著作 叫中古社会史论 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其中搜集了很多 中古氏族的称谓 什么高门 门户 门帝 门望 高渝 甲族 贵游 这个冠冕 世流 伐月等等 那么这类的词 频繁的 大量的出现于 此期的历史著作之中 显示了这个时代 确实是 有着某种特殊性 所以日本学者提出的 六朝贵族论啊 之所以有很大的影响力 也是他抓住了这个时代 的一个主要的 政治现象之一 那么氏族为什么会形成呢 在课间也有的同学 提出这样的问题 氏族是不是 是由 这个东汉的豪乡地主 开始呢 就是他们的起点 是不是东进 东汉的豪乡地主 当然 大家如果阅读 叫唐长竹 王农乐 等等学者的 就是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 由于他重视经济 倾向于从经济关系 来解释 这个政治和文化 那么他们一般 是把氏族追溯到 东汉的豪乡地主的 不过 我想文化 和政治的因素 我们也不能忽略 所以我在讲 氏族起源的时候 我向大家分析了 三种世家 大家还记得吧 官僚世家 豪强世家 和文化世家 所以我倾向于 不仅仅用豪强世家 来解释氏族的发展 而是从三种世家的 相互转化 来观察氏族 那么中古氏族呢 来自东汉氏族的 继续发展 氏族在此期 之所以能够崛起 有一个原因 就是由于社会文化 教育事业 遭到了重大的破坏 那么造成了 学在家族的情况 这个周代的教育制度 是学在官府 贵族在国子学中 接受教育 从孔子以下 战国以降 学下民间 那么教育就普及了 民间存在着 大量的思学 魏晋以下呢 又发生了变化 学在家族 少数师家大族 他们垄断了文化 像这个狼牙王室的 王羲之 王献之 他们的书法 是吧 像这个陈军谢氏 像这个谢灵韵 他们的诗歌 就是师家大族 他们在宗古时代 留下了不朽的文化遗产 那么在这个时候 文化遭到了普遍的破坏 只有少数家族 垄断着文化的时候 那么这些家族 在政治上 占据官位 就可以想象了 此外呢 政治动荡 导致了统治集团 封闭化 正是一旦动荡 统治者就倾向 从他能够信任的 亲信的家族立选官 那么这也造成了 这个 士族现象的加剧 此外呢 就上一讲 我也谈到了 善让式的王朝更迭 触 触进了 士族门法的全市传承 改朝换代了 其实统治集团 还是那些人 只不过皇帝换了一个 那么这个 在科典也有的同学谈到 中国和欧洲的 中古贵族 相当的不同 在西欧那边 大多数是一些军事贵族 而中国 中古士族 主要是 魏晋南朝的 这些士族 他们明显的是 文化士族 确实如此 我觉得这个同学 的观察 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因为我在这 给大家要提供的 一个正是这样的解释 士族的形成 和中国士人阶层的发展 有着直接的关系 先秦士人 发展为两汉儒生 儒生明经儒世 成为官僚 到了东汉 出现了名士阶层 并且进而出现了 士林中的文化士家 再进一步的发展 就是中古士族 这个发展 显然是非常有联系性的 非常有联系性的 那么我们在观察 中国官僚政治史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四个大的阶段 周代 周代的官员 我不成为官僚 因为这个时候 还没有官僚政治 我只成为官员 周代的官员 由传统贵族来担任 秦汉实行选先任能 文化力和儒生 承担政治 魏晋南北朝 我们看到 是一个士族文法 占主导的时代 到了唐宗明清 就科举官僚 取代了文化士族 这样呢 我们对中国 国僚政治的发展 建立一个四阶段的 一个宏观的 一个概念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框架 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轮廓性吧 大家脑子里 建立这样一个轮廓 田云庆先生 在他的东西文化政治中 提出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论题 就是他考察 魏晋士族的文化性格的时候 发现他们都经历了一个 犹如入玄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汉末的士加大族 无论是洪东阳士 还是汝南元士 都是传经的 也就是说 他们的知识结构 文化素养 主要是儒学的 但是危机以下 我们发现很多士族 开始转向玄学了 田云庆先生说 两晋时期 儒学家族 如果不入玄峰 就产生不了 为世所知的名士 从而也不能继续 维持其尊贤的士族地位 东晋执政的门法士族 其家庭在什么时候 以何人为代表 在多大程度上 犹如入玄 史籍都斑斑可考 比如狼牙王室 从西晋王衍的时候 开始犹如入玄 那么西晋的时期的名士 被称为中朝名士 就是魏晋时期 名士现象 也非常之耀眼 名士现象是在东汉末年出现的 我们讲过了 但是魏晋已降 这个名士现象仍然非常耀眼 而且名士是很有阶段性的 比如曹魏的时期 有正史名士 魏莫有竹林名士 就是竹林其贤 西晋的时候有中朝名士 江者初年 在风雨飘摇 战火连绵的时候 还依然有名士 号称江左巴达 这个颖川渔士 他们犹如入玄 始于西晋渔郡之子 渔癌 中朝名士 乔进环士的犹如入玄 始于环宜 环宜就是江左巴达之列 这些人整天在那喝酒 谈旋 虚无放荡 比如陈君谢氏 在后来建立了如此之大的工业 可是这个家族始于 中晋初年的谢坤 他在江左巴达之列 他有一次想调戏一个邻居的民女 结果被人 那个女孩正在访之呢 拿缩子就砸了 把门牙砸掉了 他还特得意 他说虽然牙漏风 也不妨害我唱歌 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名士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像有的同学说的 欧洲的宗武贵族 都来自君子贵族 是吧 可是我们看 在魏晋时期 那些最著名的门阀 他们经历一个犹如入玄 要成为民士 要成为为之所知的民士 然后才能建立自己的文化影响 进而政治影响 进而使自己的家族发展起来 这个对比是很鲜明 很强烈的吧 那么值得大家来思考 这样一点 就是说 一个社会阶层的兴起 和哲学上的一个流派 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现在哲学也经常出现各种不同的流派 是吧 比如说什么新康德主义 什么存在主义 是吧 可是它都和一个社会阶层 一个利益集团的兴起 没什么关系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在中国古代就是如此 比如说吴学 这个学派的复兴 对应着儒生 这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崛起 那么玄学 这个哲学的流派的兴起 对应着文化士族 这样一个阶层的崛起 所以在中国古代 政治和文化 自初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政治文化角度 观察中国历史 是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 又一线索 大家在这看到的是谢坤木制 这个是谢坤木制的 我扫描了一条 刚才我们谈到 在统治基团的封闭化 就是在政治动脏中 统治者倾向于 从亲信家族中选拔官员 这样一点 也导致了门阀的发展 魏晋两朝 权威势力一脉相承 统治基团的封闭化 非常之明显 我在这列了一些表 我们就能看到 魏晋时那些高官显贵 他们的儿子 就是曹魏时期的 那些高官显贵 他们的儿子或者孙子 在西晋的时候 在政治上依然居于高位 这样呢 魏晋时期 就是中古氏族形成的 一个阶段 那么到了东晋初年 又是一个起点 就是百六院那批人 是吧 他们又构成了江左氏族 我们把文法政治和氏族政治 这两个概念略多区分 那么课间也有的同学 提出了疑问 那么这个同学提出一个解释 他说是不是可以把门法政治 理解为氏族政治 发展到顶点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我说这个理解是这样的 氏族政治发展到顶点 那么就形成门法政治 门法可以和皇权分清抗礼了 但是在有些时候 门法不能够跟皇权分清抗礼 不能够跟皇权共建下 但是他们在政治上 依然保持了特权地位 所以氏族政治 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这些世家大族 在政治上是在做官 就是他们是在做官 在政治上占据高位 汉代的政治是选前任能的 哪怕你一个放诸的 一个平民 只要你在政治上 展示了自己的才能 你有做到丞相的可能 但是在魏帝南北朝 又不一样了 人或者说官僚 身份化了 少数拥有从高门历的人 在政治上 世代占据高位 我们看看 这是南朝的人的一个总结 周汉之道 以治异渝 聪明的人 统治笨人 当然这可能是 大家觉得是一个 不太好的说法 但是他也可以 概括 秦汉的政治局面 就是说聪明的人 在智力高的人 在社会竞争中 他将胜出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社会流动的渠道 是畅通的 是选前任能的 但是到了魏晋以来 就不一样了 周汉之道 以之异于 台里参吃 用成等级 而魏晋以来 以贵易贱 这个人 或者说官僚 有了贵贱之分 有了身份性的区别了 有的人天生他就高贵 有的人天生就下贱 士族与寒门 有了鲜明的界限 二者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 士术之科 较然有变 而那些门坊成员 平流进取 坐之公兴 比如这个王僧达 南朝的王僧达 他是王岛的七世孙 自负财帝 三年间变望宰相 所以这个时候的士族啊 他们所赖以自傲的 有两点 我们看啊 第一是财 因为他们垄断了文化 只有他们自有 接受良好的教育 第二是地 就是他们高贵的门地 王僧达自负财帝 三年间变为宰相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们毕业了之后 有可能就考公务员 你敢不敢说 是吧 我做公务员之后 三年间望为总理 这基本是不可能的 是吧 但是在魏晋 在这个门阀政治 士族政治时代 那些士加纳族的成员 他们那些最显赫的公子哥 他们就有这样的政治期望 王荣也是如此 他是王生达的孙子 也就是王老的九世孙了 自是人帝 三十内望为公子 厉害吧 这个 朝廷专门设置了一些官 称为清官 这个清是清妙的意思 这些官啊 专门给那些士族的贵公子们 供他们做官之用 所以南朝的官制出现了一个 魏晋南朝的官制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变化 有一些官是专门士族做的 士族子弟由此入室 韩族不得染指 由此来标志这些士族的高规地位 比如说秘书郎 宋旗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 韩门不得问津 再次入骨 居直立素食日变天 他要的呀 就是这个资格 要的就是说 我由秘书郎起家这个资格 那么你干几十天就升天了 因为还有别的士族大族 主帝在那排队等着呢 是吧 一共这个名额只有四个 此外还有著作郎也是如此 著作郎呢 比秘书郎低一等 但是也是士族门阀的起家官 所以南朝官制 南朝选官 特别重起家官 看你由什么官起家 就知道你家的门地高低 是吧 你一个寒门起家只能做小例 只有那些像王谢这样的大族 这个城市的大族 就才由秘书郎和著作郎起家 我们看唐六眼中又有一个记载 说著作郎和秘书郎 江左多任贵游年少 而良代游慎 当时有这样的谚语 上车不落则著作 体中何如则秘书 上车不落 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说这孩子很小 就可以做秘书郎 上车不至于摔跟头 这个就可以做著作郎 另一个解释就说 落就是下车的意思 就是上班的时候坐着车 到了官府门口 喊一声我来了 不下车又走了 这个落就是下车的意思 就是实际他什么时候也不干 是施与素三 只挂一个名的 现在南方不是管下车 还叫落车是吧 这种南方的是不是 你们可能知道这种方言 下车叫落车 体中如何 意思就是说 您身体好吗 就是写信的时候 往往大家要这样问候一下 是吧 体中何如则秘书 意思是说 你不必真的有才能 不必真的有文才 你知道写信的时候 要加一句 您身体好吗 就可以做秘书郎 意思是说 只看秘书二观 只看门第 不看才能 第三呢 我们谈一谈 士族的门第婚 这个我们谈了 士族的文化性格 士族的选官特权 那么现在看看士族的婚姻 由于士族是一种文化性的现象 那么文法士族之间的门第婚 是他维护自己高贵身份的一种方式 这个研究士族啊 有一个很传统的套路 就是研究士族的婚与换 换就是做官 婚就是研究之间 他们如何联姻 这样的论文 比如谢氏的婚姻 王氏的婚姻 这样的论文 有相当之多 婚姻制度的变化 可以反映社会变迁 甚至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女孩子愿意嫁什么人 那么基本就是一个社会 社会形态 社会面貌的一个反应 那么两汉的婚姻 尤其是西汉 不怎么动门第的 我给大家提示过 汉代的皇后 西汉的皇后 很多来自歌女 这个比如说 魏子夫 赵克燕之类的 身份都非常之卑微 但是皇帝不以为耻 社会也没觉得皇帝 掉价 也没觉得他丢人 皇帝他觉得我爱他 是吧 爱需要理由吗 是吧 我让他做了皇后 你们虽然看不起他 是吧 那从此这一家他就爆贵了 那么社会也非常之羡慕 是吧 到了东汉 情况就有了变化了 门第的观念 逐渐浓厚起来 要春秋之意 取先大国 是东汉 聘取皇后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看 东汉的皇后 往往来自哪 我也讲过了 功臣家族是吧 我给大家讲个 斗邓延梁什么的 那么曹魏呢 这个皇后有的比较卑微 但是到了威敬以下 这种婚姻制度 就是说 蒋门第 这种贵族化的形象 就非常之明显 士族不予寒人通婚 以威尺 士族之别 一些高贵的身份 这个 王谢 每每互相联姻 侨姓士族 构成了一个婚姻圈子 比如狼牙王岛之 孙子王荀 娶了陈君谢万之旅 狼牙王群弟弟 王敏 娶了陈君谢万之旅 狼牙王僧达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三年间望为功夫的那位 娶了陈君谢敬仁之旅 那么这样的婚姻 王谢是天下最显赫的民族 他们两家的男孩女孩 接位夫妻 在当时的眼里 那就是金童玉女 这个之类的 是最美满的婚姻了 是吧 而无姓士族 他们构成了又一个婚姻圈子 就无姓的桥腾之间也很少通婚 吴俊张荣之妹 嫁了桂姬孔之龟 这个吴俊的陆桂晓 娶了吴俊张代之女 吴俊的陆瑞 娶了童俊张唱之女 就是桂姬有余味恐吓 他们和吴俊的朱装公路 又构成了又一个婚姻圈子 大家都知道东城快戏的典故吧 就是太尉西剑 高兵西士 也是名门 那么与狼牙王室联姻 想和这个 想在这个 王室子弟之中 王老子子弟之中 选女去 他派了一个人到王家来看 看了一圈 回去就对西剑去汇报去了 说我到了西剑 到了王室家求婚 王家的子弟啊 一个赛一个都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他们也都很矜持 只有一个人例外 露着肚子 在床上一躺 弹腐冬床 不起来 古人说的床 不一定是躺着的床 也可能是交椅 是吧 总之他是那个 狂放不羁的样子 西剑一听 这个就是最好的人选 是吧 就像冬床快戏 或者弹腐冬床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故事 也知道这个弹腐冬床的是谁吧 就是王羲之嘛 是吧 但是那个 这个故事的背后 有一个门帝婚的背景 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讲的 到南朝的时候 那么 这个还有这样一件事情 在南朝的观念之中 世俗之别 也是非常森严的 如果士族 与非士族联姻 被认为 玷污了士族的荣誉 沈约曾经就为此上奏 来弹劾东海王源 当时的王室 有若干家 比如说东海王室 太原王室 还有狼雅王室 当然狼雅王室最高了 可是东海王源 王室门底也不低 可是沈约就指责他 说东海王源 居然把女儿嫁给了抚养满事 而这个王源 虽人品庸漏 骤食残华 这话说的是太可笑了 虽然那个人 确实是没什么出血 一个不怎么样的家伙 可是他门底高贵 他身上的血缘高贵 我有时候就觉得 这话说就骂他 人品运动 咒识参华 而复养满事的满章 他的门底 世俗莫变 不知道是贵族外寒人 那么亡满连淫 实际还不停 请求皇帝 嫁以干预 以威护士族的地位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 当时的门底婚 概念还是非常之强的 甚至贵族子弟 只要哪怕人品庸漏 那么他昼食三皇 他地位高 所以他还是不能跟 韩人通婚的 大家看到这块画像砖 是南朝贵妇雏形的画像砖 这两个是两位贵妇人 这两个是丫鬟 因为我们看看他的头 头饰 就是一个鸭字形了 所以叫丫鬟 确实是如此 侍女 为什么叫丫鬟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头是一个鸭形的 大家看一看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再给你看一封 我还有一封 大家看到了 丫头 是吧 就是他的头 发型是一个鸭字形的 所以叫丫头 或者叫丫鬟 当时的侍女 就是这种发誓 下面我们再讲 氏族制度的第四点 就是普学与俊旺 刚才我们讲的文帝婚 像我们继续采试氏族制度 这个所谓的俊旺 就是氏族所出身的俊 所谓谱学 就是关于氏族的家谱 那么这样两点呢 都是威护氏族 高贵身份的手段之一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谱学大大的发展起来了 甚至有一些氏族 专门以研究谱学 编制家谱为物 朝廷也经常主制人力 去编制这个氏族谱 我们看一看 比如说贾氏的谱学 还有王氏的谱学 都是很著名的 假如我们看看这个家谱的话 还很有意思 首先呢 修了一个十八族氏族谱 是吧 十八州氏族谱 同时还另修一部 叫东南普吉超 这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 谱性和无性的身份区别 对吧 那么无性氏族 另立了 入了另策了 是东南普吉超来收录他们 为什么普学发达呢 唐人柳方有一篇氏族论 说的很好 于是有私选举 必积普吉 而考其真伪 你到底是不是氏族 你之曾是狼牙王室 你到底是不是 是吧 而且你是狼牙王室 你是哪一支 那么主要的房支 和疏远的房支 地位还不相同呢 比如南朝的狼牙王室吧 有乌一诸王 住在乌一巷 还有马奋诸王 住在马奋巷 那么这两支 他的地位也不一样 是吧 所以官有是咒 普有是官 朝廷为什么要修家谱 是因为朝廷选官的时候 依据家谱来选官 这是前所未有的 也反映了 是贵族政治的一个反应吧 官有是咒 普有是官 贾是王是 普学出言 游是有谱局 朝廷要专门设置谱局 来编制家谱 因为他在选官的时候 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这也反映了时代的区别吧 秦始皇汉武帝的时候 还没听说有这么回事呢 是吧 责爱对俊旺 唐人号称族旺 王则太原 郑则行阳 李则隆兮 赞皇 杜则精造 梁则安定 江则河东 清河等等 崔则柏林之类 唐人喜欢称俊旺 比如说柳宗元的极子 叫柳河东 韩瑜的极子 叫韩昌离极 因为昌离是韩氏的君王 河东是柳氏的君王 这个其实韩瑜生于昌离吗 他是河南生的 是吧 他根本不是在那生的 可是他仍然要把昌离 作为自己的君王 为什么呢 因为中古时代 昌离韩氏是民族 当时著名的各地 都出现了一些民族 所以我做了这个 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各郡的民族 柳方的氏族论 有一个概括 过江则为乔姓 王谢元宵伟大 东南则为吴姓 朱章故路伟大 山东则为俊姓 王崔鲁李政伟大 关中一号俊姓 魏陪柳薛阳度首之 代伟则为鲁姓 元 长孙 于文 鱼 鹿 园 斗 首之 就是有些鲜魅族 后来也发展成这种 民族了 号称鲁姓 就受汉族的影响 他们也氏族化了 当时各地 都有一些著名的氏族 刚才我们提到的高冰西殿 就是这一家 和狼牙王室联姻 最后我们谈一谈 世俗之变 在氏族时代 这种世俗之变 是非常之严格的 尤其是到了南朝 当时的人 把氏族和寒门的区别 推到了世俗之地 十字天阁这样的极端 哪怕是皇亲国戚 如果你不是初分大门阀 也被门阀所轻视 士族门阀经常去凌辱寒人 那么这种凌辱寒人 也是显示的高贵的一种方式 在南朝皇权已经扶镇 有了一些寒人 那么得到了皇帝的宠爱 他也能够掌握权势 获得地位 但是这种韩人 暴贵的 那么是被贵族所看不起的 把他们称为恩性 意思是你不过就看着 靠着皇帝的 这个个人的宠爱 才做到这个官的吗 我可是几百年不衰的大家族 你怎么能跟我比呢 当时有一个韩人叫纪僧珍 他一直做到了宗书社人 齐武帝问他 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 他说我就是想做士族 纪增珍七座士大夫 请大家注意 读东晋南朝的史料的时候 士人士大夫就是士族的同义词 和战国秦汉已经大不一样了 就士人士大夫在这个时候 就是士族门阀的同义词 他也反映了一个历史的变迁 所以他想做士族 齐武帝就说了 说这个事得由士族头面人物 江孝和谢岳来定 我皇帝说了不算 你可以去到他们那里探探风声 后来这纪僧珍啊 就按照皇帝的祖父 去拜访这江孝 那么客主 都在座位上坐定了之后 这江孝就对主要说 把我的椅子搬一下 我要离那小子远一点 就是以武床让客 这个季僧珍受到了领主 丧气而退 回来对这个齐武帝说 士大夫顾非天子所命 谁做士族不是天子所能决定的 那是社会传统 这家传统文具就高 我们想一想 比如在汉 在唐 甚至在明清 哪一位士大夫不是天子所命 皇帝让谁贵谁都贵 欲取欲夺 作为作福 但在这个时代 情况不大一样 士大夫非天子所命 刚才我谈到 哪怕你是皇帝国戚 如果你门地不高 士族照样看不起你 下面又是一个例子 我们看有个叫陆穷之的 这是刘宋时代 南朝刘宋时代的事情 那么他是太后哥哥 陆穷之的孙子 陆太后的哥哥是陆穷之 那么他的孙子就是陆穷之 这个陆穷之 他是外戚 他就觉得自己地位很高了 是吧 那么他和狼牙王室的王僧达 做的邻居 他就想 哪天就拜访拜访王僧达 王僧达刚才我也给大家看了 三天内望为功夫 还是那一位 是吧 娶的是谢家的女孩 那地位是非常之高的 然后这个陆穷之 胜车服 义王僧达 乘着漂亮的车 穿着这个特别豪华 就看王僧达 王僧达本来正要去打猎 猎装都穿上了 不怎么愿意搭理他 了不欲语 后来勉强 宾主坐定了 这个王僧达呢 也很蔑视的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们家呀 当年有个放马的 名字叫陆庆之 他是你家什么人 那么这陆庆之 就是他爷爷是吧 就是那陆庆之的爷爷 后来陆庆之就气得要命 走了之后 这王僧达告诉他 把他坐过的那椅子给我烧了 太后知道这个事 陆太后知道这个事特别愤怒 他说我还没死呢 就有人敢这么欺负我家人 就是皇帝哭诉 当时孝武帝说什么呢 大家看一看 雄之年少 无事易王僧达门 见如乃其遗耳 意思是 哎呀 陆庆之的孩子太年轻了 他没事到王僧达家干什么去 被人给恶心了 那不是活该吗 乃气已也 就是意思就是活该的意思吗 他说僧达贵子公子 岂可以此家罪乎 人家是王导的后代 人家门底高 是大贵族 我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收拾他吗 是吧 由此我们也看到 在威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高门士族形成了一个圈子 高级官位 只对他们开放 他们拥有崇高的教养 他们的婚姻有特定的对象 他们不与韩人接触 形成了一个高贵的生活圈子 其他的人很难进入这个圈子 这就是中古时代的社会风貌 今天的课讲到这 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